鄰近的小村落金船双失明案地點 就在這間民宅 死者是對秀妹 家屬趕到現場不敢置信 秀妹倆的遺體被送上車 載走父母親痛苦失身 明天現場沒有打到痕跡 但警方初步研判 很可能是哥哥煞妹妹後再尋短 我們只要看他早上會遛狗 因為他也沒有多胎 會打個刀 他那個妹妹是已經生病很久的 根據了解 因為哥哥長期照顧握病在床的妹妹 身情俱疲 再加上最近又失業才會走上絕路 而尋短前他還發送一封延遲簡訊 給他的姐姐 就是不想讓家人太早知道 死意堅決 據警方初步了解 疑似第一位因為工作不順遂 還有長期照顧身心障礙的妹妹 疑似壓力過大 社會初調查 雖然妹妹零有多重障礙重度手冊 但他們並沒有接或通報有特殊狀況 哥哥疑似生活壓力過大 真不過去 只能選擇最不好的方式 結束自己和妹妹的生命 希望能減輕家裡的負擔 但白髮人送黑髮人 叫父母親 只能接受 記者綜合報導